噢 哈囉大家好我是曼玲 歡迎收看電玩接見大家最新的 《一陣地風雲4》最新的資料資訊...影片 這影片非常的高興非常的激動 跟影片的標題是絕對有相關性的 沒有再騙大家 就是《戰地風雲4》有新的DLC 在之前這是一個不太被證實的消息 但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資料 還有看到一些影片 都有在講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代表說這件事情的可信度非常非常的高 在《Battlewalk》也有看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這個DLC呢會把經典的《Battlefield》的地圖 來做回歸的動作 來做重置的動作 有點像再次晉級那個DLC 《Second Assault》 雖然它裡面選的《戰地風雲3》的地圖 不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觀眾會票選那些地圖 非常難過 沒有得馬風的 這一次一樣也是來讓大家來票選 雖然是我錯過了 不過這一次大家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就在下面的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選擇從《Battlefield》 最原始的《Battlefield》一直到《Battlefield》3 這些地圖 應該是有到《Battlefield》3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地圖你都可以來做選擇 那 所以我今天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想要看哪一些地圖來做回歸 來用《Frost Buy》三引擎 《寒雙三引擎》來呈現全新的地圖 但是我本身不會再想看到《Battlefield3》的地圖來做回歸 雖然我很想要再玩《德馬封頂》之類的 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可以看到像《重返卡肯》之類的 那些舊的地圖他們在新的引擎上面是怎麼來做運作的 或者是新的遊戲模式上面 大家也要去做考量是怎麼來做安排等等的 因為我本身自己都沒有玩過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訊息 我等不及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也歡迎你去下面這個連結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停止投票 你們可以去投出你們最喜歡的地圖 對大概就是這樣 那歡迎你按喜歡訂閱我的頻道 在我心音畫面再到這邊 掰掰 喔 坐著 非常爛的轉場 這是什麼? 差點非常好